到晚上的時候我說再打 我說再打呢 我說作為這個陪練 當時這個詹劍 作為他絕對不能去讓馬林 如果讓我看出讓馬林 立馬就開出國家隊 就達不到我們訓練的效果 和這個要求了 反過來如果他贏了 我們還要給他1萬塊錢的獎金 這1萬塊錢呢 是我和馬林共同出5千塊錢 我覺得這樣這一招 把馬林又給調動起來了 劉國良的這一舉動 讓馬林的心態 發生了一個180度的轉變 在心態上 原本已經完全對立的師徒兩人 重新站在了一起 導戰極限的時候 我覺得這會兒的時候 我要給他鼓勵 要告訴他我給他做場外 跟他共同模仿奧運會這樣的比賽 我們怎麼來打 看看你到底還有多少潛力 其實就是晚上這麼打完之後呢 他這心理就平衡 他知道了我真正的用意 發揮都是非常出色 但是今天馬林在一開局的時候 把握得比較好 對 一上來就 中壓之下 28歲的馬林把能量全部釋放了出來 北京奧運會 他一路過關斬將 實現奧運冠軍的夢想 馬林就是能扛 就是 北京奧運會難單決賽 馬林和王浩在這裡會試 這是劉國良最希望看到的場景 壓抑了四年的情緒 終於可以釋放了 但在觀眾席裡看決賽的劉國良 心情卻並不輕鬆 其實當時對我來說 內心也很糾結 這個都不容易 因為王浩已經拿了一次第二了 再又一次進決賽 所以馬林來說 可能是最後一季奧運會 他也經歷了 也可能是最後一季奧運會 所以就是到底誰拿呢 我覺得 確實是根據比賽的進程 把你的心理糾結 所以打到這個 3比1的時候 那局的時候 馬林已經領先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走下了看台 五位裡邊 世界排名有四位是中國人 這個王浩拉出失誤了 進球有兩個失誤的非常 那會地下室 訓練場館沒人 這會的時候我去 這個去觀看的比賽 最後的這種進程 因為當時我已經想好了 不管他倆 誰贏 快到最後時刻的時候 我都會走下去 因為不忍 看到最後的結果 大家看馬林現在的狀態 非常興奮 非常的興奮 狀態非常 一直就拼命三郎支撐 現在場上比飛是10比7 局數是3比1 馬林領先 現在到了比賽的賽點 現在是王浩發球 挑起來 機會 高拔球 王浩把球拉起來 直線 直接王浩 又是到正手 側身搶拉直線 打反手 馬林在翻手拉 結果這個球 這個球王浩沒有打到 這球馬林真是很完成 馬林取得了 那會的時候我也知道 肯定會所有的攝像機 大家也會捕捉 有關的這些人 你像比賽結束的時候 馬林鋪上看台 去擁抱了 他的主管教練吳敬平 其實當時他還想 他是想找我擁抱 但這會兒說得虧 我躲開了 如果他來擁抱 你擁抱嗎 你肯定要擁抱祝賀他 但反過來 你要想到王浩的感受呢 這時候 劉國良想到更多的是 王浩的感受 王浩是劉國良 親手培養起來的運動員 他原本有機會 創造自己的時代 但兩次奧運會失利 幾乎把他打垮了 王浩 1983年出生 紙板橫打打法 2007年 2010年世界盃單打冠軍 2009年世界賽單打冠軍 2003年 劉國良擔任主教練之後 就開始引入競爭極致 這讓當時剛剛進入一隊的王浩 看到了希望 王浩也聽到非常高興 跑著找到國良 梁哥 我機會來了 對你現在搞競爭 我覺得挺 我覺得有機會了 當時國良跟我說 我心裏面一笑 是傻小子 比賽還沒打 綱上一隊 那來什麼機會就來了 像王浩自己說的一樣 第一次對內大循環賽 真的給他帶來了機會 他一舉奪得第四名 成功進入了主教練 劉國良的事業 2003年 王浩第一次參加國際賽事 就獲得埃及公開賽冠軍 國際拼聯的網站上 對王浩的表現 進行了高度評價 隨後 克羅地亞公開賽冠軍 國際拼聯職業巡迴賽 總決賽男當冠軍 王浩的優異表現 也得到當時總教練 蔡振華的關注 老蔡就問我 他說老吳啊 你想不想跟王浩2000年 四年奧運會 哎呦 我說我真沒想過 他你得想想 哎呀 老蔡就一句話 當時就提起弄我 衝 衝 衝 雅典奧運會上 王浩就像一匹脫江的野馬 勢不可挡 他在半決賽中淘汰了 隊內的絕對核心 王立琴 挺進決賽